最近一段时间,吴亦凡在娱乐圈八卦圈热度超高 当然,这次不是因为他的影视作品、颜值和顶流人气 而是因为他早就备受争议的绯闻情史 作为一位年届三十的男性 即使是明星,谈恋爱甚至结婚生娃 都无可厚非 但是这次吴亦凡的情史可不一般 之前有人不断曝光他的绯闻 大家还以为只是情侣间的纷争和炒作 但是这次性质大不相同 已经超出道德范畴,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虽然这次都美竹以一己之力爆料首思吴亦凡 双方战况反反复复扑朔迷离 一边是都美竹这边爆料不断 从舆论上获得了很多支持 另一边是吴亦凡这边各种操作不断 从本人到工作室都发声明辟谣 初步战况是吴亦凡演绎事业受影响 还丢掉了大法代言 损失惨重 而都美竹这边又冒出一个携手 再加上一个涉嫌诈骗的第三方 但吴亦凡之前还没受到警方和调查 没和法律扯上关系 就当大家高度关注猜测不断 以为这件事又要这样不了了之的时候 没想到警方却通报了案情 初步定性是吴亦凡涉嫌强奸 被刑事拘留 虽然后续案情进展大家还在观望 但是基本上是定性了 舆论已经开始对吴亦凡进行口诛笔伐了 吴亦凡事件在娱乐圈引起轩然大波 除了他自己及团队和家人 以及那些涉事者和粉丝受到影响 娱乐圈不少明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 除了后续案情可怜波及的娱乐圈直接参与者一人 之前和吴亦凡合作 甚至力挺或者追捧的明星 都多多少少有些影响 这其中有几个已经被舆论高度关注 质疑甚至非议不断 但也要分几种情况 一方面以编剧六六和马薇薇为首的女星 作为女性 曾经力挺吴亦凡就不说了 还说出那么多关于女性的极端言论 在吴亦凡人社还没坍塌事业风光无限的时候 他们阵阵有词 面对质疑非议 也毫不反省 这次吴亦凡东窗事发 六六在网友的吐槽中反省道歉 也于事无补 而马薇薇也是如此 毒蛇习惯了把自己都坑了 另一方面是粉丝系的女星 以李雪芹和沈梦辰为首 曾经都是吴亦凡的粉丝 喜欢在各种场合追星蹭热度刷存在感 但这次吴亦凡事件曝光 李雪芹和沈梦辰纷纷取关了曾经的偶像 舆论反响也是两极分化 有人觉得他们之前不了解吴亦凡的私生活 所以喜欢他 现在了解了曲观 三观很正 也有人觉得他们盲目追星 是不好的示范 而且还有落井下时偏心自保的嫌疑 这也给明星以后追星敲响警钟 可以私下喜欢 别到处蹭热度 不然说不定 什么时候人设坍塌了就殃及自己 还有一种就是单纯因为合作和利益 需要商业互夸的 除了那些夸他长得帅很干净很纯洁的明星被打脸 还有在真人秀向往的生活中帮助吴亦凡张洛 相亲的何炯和黄磊 虽然当时他们也是泛泛之交 并不了解他的私生活是否混乱 为了节目和利益需要助力造势 但现在看来 好像都有点打脸 警号吴亦凡涉嫌强奸被刑拘警号 先见见